今天有拍攝嗎?怎麼沒有人跟我講? 老爸 我好冷,想喝酒 你怎麼每天想一堆有的沒的 沒關係,我釀酒給你喝 看你們每天都在辦公室 加班不回家 如果我是你女朋友,我肯定也不跟你在一起 一定是失戀的想喝酒 沒關係,我親自釀酒給你喝 走 哇塞 老爸,我已經架好了 也太快了吧 OK,很好 F1等級了 沒錯 太好了 那麼今天我們就來開箱 釀酒機 當時會買這個釀酒機 絕對不是因為衝動消費 我認識了一個朋友 他是這個釀酒機品牌的創始人 我一聽覺得太帥了 我本來以為釀酒是飯法的 自己釀酒 發現沒有,我就決定一定要買了 都管他不會釀 應該沒有很衝動吧 我們今天就來開箱這個釀酒機 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 他的造型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 很先進 有那種恐龍蛋的感覺 再來可以看到 其實好像三個步驟就可以把酒釀出來了 他是搭配這個APP 然後跟釀酒機去做結合 所以可能會給你一些配方 或者是教你怎麼釀 以及你的這些材料應該怎麼來 OK 那我們就開始 來去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來吧 果然是一個恐龍蛋 這個是有一個奇怪的裝備 OK 到時候我們看說明書有什麼用 我們來看一下說明書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怎麼寫 英文的 不好意思 我們看這個中文的 那裡面就有寫很多圖片了 OK 所以要先下載這個APP 然後也介紹這個產品跟配件 我看一下有沒有少 哇裡面還有一個水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水壺 好 然後這個叫做漏斗 這個是漏斗 然後有一些是在上面的這些橡皮圈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了 好 下一步就是一些APP的連線啊 設定啊等等的 好 然後它也可以自創酒譜 或者選擇酒譜 所以其實你要釀什麼酒 是可以在APP上面選擇的 它會自己設定那個時間啊 密封啊 溫度等等的 OK 那這個就放旁邊 哇這個是 很好 所以它現在還有送一些這些是 專用酵母 不同的類型的酒 會有不一樣的酵母 那這個可能都是會用得到的 然後裡面這個 哇 蠻大一壺的 所以我相信 對於酒量好的人呢 這樣是蠻夠厚的 大家看有沒有非常非常期待 用這個去釀出美味的酒 所以我們就來開始釀酒吧 GO 咦 Tiffany 你怎麼在這 哈囉大家好 我是Tiffany 今天沒有要教大家介紹公司 今天我們要來釀酒 為什麼是我呢 因為我是出了名的在V台灣愛喝酒的酒鬼 那剛剛呢 Will呢已經介紹過我們這個釀酒機的外觀了 那我們就進入到這個釀酒的過程吧 它可以用APP 一步一步帶著我們操作 所以有點像是我們的小幫手的概念 所以呢我現在就拿我的手機出來 那我剛剛呢 其實已經有這個先摘好了 所以我就這邊按 Open 這個 它就有點像是一個community的感覺 會有很多很多的這個用戶都在上面 分享他最近釀了什麼酒 當然有一些他已經預設值已經用好的了 那這邊呢 有這個蜂蜜酒 水蜜桃類 然後還有仿青酒 鳳梨酒 然後還有簡易的蘋果酒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人這個分享的 什麼青森蘋果酒啊 蜂蜜包種茶酒啊 陽森熱肺酒啊 就很多很多很多 你們想要喝什麼酒 草莓 我打草莓關鍵字 草莓酒 草莓蜜酒 點進去它就會開始介紹 做這個解說 比如說它會講甜度多少啊 苦度多少啊 然後它的酸度是多少等等的 然後它的內容物 這邊呢就寫草莓 然後它是要這個frozen的 然後再來就是honey fommy East packet premier root 這個premier root premier root 紅色的 好那我們最後決定了 今天要來釀草莓蜜酒 那我們去買材料吧 Let's go OK 我們買完材料回來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按照它的步驟開始吧 好 好 next 我還可以為我的蛋蛋去名字 V V 酒鬼 可以 好來 草莓酒 好來 開始 上面就有出現啊 告訴你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確保你要把這個 洗乾淨 來 我們去洗這個瓶子 放回到這顆 關起來 然後再把門關起來 好 它這時候呢就會幫我們消毒 上面還有寫喔 要注意不要用眼睛 就是一句釘的它那個UV light 開始消毒 然後呢我們就離開 然後再離它遠一點 真的爆 你要離多遠 真的會爆爆 完成 把這個 所謂的furnal有點像是漏斗的東西 放進去 I got it OK好 所以加400克的草莓 進去 我大概知道了啦 這就是確保東西不會掉出來的一個 這個 furnal這樣 然後加600克的蜂蜜 等一下喔 你要餐具嗎 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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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的蓋子打開了 它會直接跳耶 超過500 7、560 它就直接跳到next 好來 下一步 這時候呢 就把這個 消磨灑 打 感覺超甜 但是感覺應該會很好喝 加冷水 然後到這個 有寫到max 這條線 所以加水加到這條線就可以了 再讓它攪拌攪拌一下 到它基本上都融合在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去加水吧 來 攪拌一下 來 攪拌一下 它要我把那個剛剛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 把它移走 讓我念移走 好 remove 下一個 然後把這個蓋子 蓋上去 轉緊 然後呢 這邊這個 往這邊移 就是這個 這個孔 要是打開的狀態 但是這個APP上面都有告訴你 它的長相當什麼樣子 所以我覺得APP很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有圖像解釋 它不像有的時候說你去看菜單 它就用文字寫 然後你文字寫 你就想說 或是怎麼或 是要這樣或 還是要這樣或 OK 那我們放進去吧 關起來 Close the cap 上面也關起來 All done 然後它就開始 扛在到Wi-Fi 然後還有 Data uploading 就是數據呢 把它上傳上去到我的APP裡面 然後最後呢 下面就有寫 Start monitoring this batch 就是你可以開始監控 這一批 大概它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就按 開始 回到我的主頁 進去之後呢 就會開始寫 上面有寫個 on going 就是現在正在 釀的 這個酒 然後我可以點進去看 點進去看之後 它就會告訴我說 OK 你要注意的事項就是 一定要確保啊 這個釀的過程當中呢 一定這邊的燈啊 什麼的 都是要會亮的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啊 絕對不可以打開上面的蓋子 對我來說呢 你就是把它放到一個 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現在上面是白光 然後呢 它這個 釀完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焗光了 那其實 APP的畫面上 也會告訴你 那就是 等待它的 等待那個APP告訴你說 它已經OK了 就可以了 好 那就這樣子啦 那我們 過程當中呢 因為可能會需要 三天四天五天六天的時間 那每一天呢 我都會來做一些小紀錄 告訴大家說 現在到底到什麼樣的程度 大家之後 拭目以待啦 我也很期待它的完成 今天是開釀的第二天 昨天我們看到它還在計算 要幾天才會完成 然後今天啊 來到辦公室之後就看到了 它直接就跳出 已經有釀了14% 已經完成了14% 它還剩六天的時間才能釀製 這個之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會縮短時間 那現在呢 已經釀了大概是20個小時了 然後現在的那個 酒精濃度來到了1% 然後溫度大概都落在22.7%左右 那非常非常期待 我們再拭目以待吧 今天是開始釀之後的第三天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狀況如何吧 哇 它從昨天的26% 現在來到完成度 57%了 然後還是三天的時間 就可以結束囉 然後現在的酒精成分是4% 從這邊的1% 現在變到4%了 那我們慢慢拭目以待 接下去的狀況是如何吧 今天來到釀酒的第四天 然後打開APP 就發現它已經完成了86% 所以還剩一天的時間 就可以打開來喝了 它現在的那個 酒精濃度是6% 然後溫度大概就是23.8% 然後甜度呢 也一直在往下降 非常大的期待 它明天的成果喔 我今天早上 起來的時候呢 我就拿起我的手機 就看到它通知我說 釀酒已經釀好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直接打開APP 100%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今天就是 100% 然後它的酒精濃度 有到7% 還蠻高的 然後過去的 平均的這個 溫度大概就是23.1度 然後它的這個糖分啊 也有在下降 所以它可能沒有一開始 夾那麼多封面那麼甜 所以我一直都會 stripe 好喔 那我就打開囉 在這顏色怎麼看起來有點噏噁的 畫面 這一種圓名 Zenay 大家都不會看 然後Fermentation 魔法 他說已經釀酒完成了 然後罐子拿出來 就是有兩種方式可以把那個酵母給移除 第一個方式就是可以把它放進冷凍庫裡面兩天 之後就會有點像是剉冰一樣 然後呢這時候呢你的那個酵母就會在下面 然後呢這樣就可以喝上面的東西 這樣冷凍完之後呢它就不會有泡泡的感覺 就不會有氣泡感 OK I got it 那我們把它冰到冷凍庫裡面吧 Picture已經放到冷凍庫裡面了 那我從這個螢幕上面呢下面就可以寫Start Freezing 我的步驟就是第一個 它上面呢要先把上面的那個漂浮的東西挖出來 那我們再去 我們要準備把它挖出來的時候把它打開 來 挖出來 好 蓋回去 把洞給堵起來 放進冷凍庫裡面 complete 好它就開始 倒數兩天 哈拉 有沒有覺得顏色跟之前長得不太一樣 那我就邀請我們的WILL BE GOOD的主人回到我們的頻道裡面來 來讓它一起來試喝吧 還滿快的嘛 所以現在可以喝了是不是 可以喝了 來吧 就是啊我們還去市面上找了一個蠻類似的酒 喔 要來做個比較 喔 去了唐奇科德買了 Ichigo Sake 我想要看看它會不會是一樣 而且它原產地是日本喔 這是Made in Taiwan Yeah Made in Japan OK 好甜喔 但是它裡面其實有果粒耶 是果粒喔 我以為是杯子沒有洗乾淨 是幾度 7度 7度 這個是8度耶 所以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其實好像 這個也還不錯耶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它拿了一樣的機器跑到日本去那樣 我覺得我們是非常天然的 天然的蜂蜜加草莓 那這個啊 雖然 它是草莓酒 但是 就是它喝起來 就是非常草莓味 就是你會覺得 你好像有草莓果醬 餐雜蛋裡面那種 吃草莓糖果的味道 果醬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 就是好像有蒸的水果去釀出來 那種 一點點澀澀的感覺 但不是那種 難喝的 就是很天然的 然後你覺得喝完 不會有什麼 身體負擔的那種 這個也是沒有 但是 就這個真的蠻甜 就是甜到有點 很像我們在吃那種剉冰的時候 然後他加一下那個醬 到最後剉冰 融到差不多 喝那個 基本上就是這種感覺 對 那沒有什麼酒精的味道 這個是有一點點酒精的味道 所以這台釀充機還是可以嗎 買對了 買對了 啤酒鬼 今天如果你拿新鮮的草莓 去把它就是當上 攪拌成 汁 其實聞起來不應該是這個味道 這是我們被教育出來的草莓味道 對 所以是果醬 但真式的草莓不是那個味道 所以 我覺得以後可能 雖然喝酒本身不是一個好事 但是如果要喝的話 可能用這個釀會健康一點點 而且也蠻快的 我就講了一句 然後就有酒喝了 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獨樂樂不如重樂樂 我們現在要讓其他小夥伴喝喝看 非常感謝Tiffany把這個酒釀出來 所以我們接下來 弄成兩杯 讓他們來品嘗一下 辨別一下 哪一杯是Tiffany的 哪一杯是Made in Japan的 哪一杯是Made in Japan的 我是不是也醉了 也太快了吧 OK 開始 不要喝太多 好痛喔 我覺得A喝起來比較輕爽 輕爽 B多了一個味道在後面 我覺得是B 好啦 就A了啦 不改 來 這個真的 我覺得很像趕快講真的 這個我覺得 有點像嘔吐的酸酸的味道 所以 這可以講起來是 Tiffany亮比較好喝啦 對 對不對 請做答 都擠 我喜歡A 第一杯 為什麼 就 稍微好喝一點 比較 手作的感覺 唉唷 你喝得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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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媽咪還有後面的人要喝 你不要覺得 正確答案 Tiffany亮的是B嗎 恭喜 獲得Burr piece 120下 大家鼓掌 耶 忍不住又再喝了一口 哎呀 不是 這真的太久了 太久了 所以是稱讚的意思 對… 真的亮得很好 很棒 對… 跟外面賣的就是一模一樣 沒有菜A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草莓味真的很少 就是偏少 然後它的酒精濃度還算滿夠的 可是B就是草莓味非常非常的濃郁 不太像酒 有點像是草莓汽水的感覺 汽水 汽水 對…我想說應該釀酒機 不太可能會釀出這麼棒的酒 哇… 對…真的 哇… OK… 話講什麼… OK… 以上就是這一次釀酒機的開箱 這個釀酒機是 Alkma這個牌子 那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是台灣人做的 那Founder是Oscar 那我也非常感覺到 就是台灣人可以做這樣的東西 非常非常自豪 那也覺得大家 如果在過年的時候 你喝那種市售的酒 希望有點新奇 而且可以自己掌控那個品質的話 其實可以自己釀 那真的是 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 OK… 那最後呢 就祝大家新年快樂 也要注意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那就Cheers 掰掰 嗨… 嗨… 這裡是哪裡 我呢 太慢了 我想一下 我今天早上接到我的手機 對不起 我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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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釀酒的第六天 還記得我們上次把它放進那個 冷凍裡面去把它冰起來 老大你 入鏡了 好 入鏡了 不好意思 Ruby 欸 快點 拿到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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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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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y